从族人自己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 山区清晨 雨时不小 造成老农西整个溪水暴涨 今年首波梅雨封面席台 高雄山区从5号凌晨开始降下大雨 省到台20线 高雄市桃园区秦河通往复兴河川变道 因为暴涨溪水冲毁 公路总局一早紧急封闭 复兴以上部落包括拉夫兰 梅山 山格里 目前对外交通仅能绕道 玉岁农路通行 迅期来临意味着 桃园区部落资源交通黑暗旗也跟着到了 南亨通路交通不变 桃园区复兴里偷往拉夫兰 必须行驶溪底变道 山区豪雨导致溪水暴涨 基于安全考量 上午8点开始封闭通行 但因为雨时过大 到目前都没有办法抢通 公路段贾嫌段长也一直联络不上 无法得知变道何时能够抢通完毕 而高雄市园民会副主委说明 目前玉岁农路往上一直到复兴部落 道路是通的状态 97.5大约那个地方有两个地方 因为大水大面通 现在公路局他在 贾嫌段他在那个玉岁最小 那个野区上已经在做处置了 那原则上我们那个玉岁农路 上方一直通到附近部落是畅通的 桃园区居民多次到行政院陈勤 政府竞速完成 秦河里到拉夫兰里的道路附近案 但多年迟迟没有下文 让当地居民每逢讯奇 生活就苦不堪言 那有一角农路叫做易碎农路 那个是绕得非常非常的远 因为该路段有桃园国中的随身 要经过 那么没有路 那桃园国中的随身就没有办法 到达桃园国中上课 这个是影响权力很大 那一方面 三个部落最近也要采收红肉里 那么没有路段 那他的一年的红肉里的收入 就会完全泡汤啊 秦河道复兴里遇到老农息暴涨 变道就变河床 当地居民诉求 至少也要规划终极道路 并要求交通部一开口合约 厂商进驻 抢修路段 现在因为水势仍然过大 加上梅雨季节来临 萧山河床变道 何时能够抢东 现在没有人能够给一个肯定的答案 记者综合报道 平时就如晨 사람 有红尾 网美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